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个游行是我1月28号在家长去聊天的时候收到一个信息 就是说Fremont市政府在1月18号的市议会上批准了申请4000万的Home Key经费 目的是把我们Warm Springs的Motel 6就是在680和Mission街口的一个motel 改成永久的Affordable Housing Project 那这个项目呢会有156个单元 然后其中153个单元是给游民准备的 那三间是给将来的工作人员用的房间 然后准备在2023年开始入住 那入住者呢是有10%是精神不正常的人 还有长期露宿街头的人 就是很让人担心的一点就是这个项目它会接受引君子和有犯罪记录的人 然后他们运行模式是Harm Reduction Model 就是住在这里的引君子是不需要强行戒毒的 那我们居民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就是非常震惊 首先呢这个市政府是没有通过寄这些flyer啊什么通知周围的居民 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惊讶为什么这么大的决定就没有通知我们 然后大家就是讨论 一定要就是发出我们的声音就是说为什么没有经过我们的input 就开始做这么大的决定 然后大家都很就是焦虑嘛 因为最近Fremont也是很乱很乱的 大家华人都很清楚这里每天都是有砸车呀被抢劫呀 甚至有人被被打呀被游民袭击什么的 那当然大家就是很担忧 然后这个Motel 6的地点是在四个最繁荣的华人出没的地方 168还有大华99Safeway还有小台北这四个plaza 步行五分钟就大概就到了 所以然后周围有两千多个小孩的学校啊 daycare都在这个Motel 6附近 家长们就是非常担心这个项目会带来 更多的更多的罪犯吧 犯罪吧 那所以说我们准备 3月19号下午2点 在Stevenson和Persall Padre的交口 那个Unity Sculpture那边去游行 游行其实也是被逼无奈吧 因为我们其实几百封email还有几百个call 给City Council发过去 其实就是想要请求他们跟我们一个对话 但是其实都是他们都是以敷衍的方式 就是把我们的问题然后总结一下 把一个写在他们的那个FAQ上面 并没有说我们可以开一个community meeting啊 就是了解一下居民的顾虑啊 他们其实一直是以一个敷衍的方式 所以说我们游行也是被逼无奈 对就是想把华人的声音发出去这样子 刚才吴征都说得非常好 我稍微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我们上节目是需要大家都来参加这个事情 关心这个事情 那我们的那个主要诉求呢 就是希望大家在3月19号星期六下午2点钟 然后可以开车到Fremont Main Library Fremont的那个图书馆的那个地方附近 然后把车停好 然后去刚才吴征说的那个Unity Sculpture的 就是有几个这个那个圆形的建筑的 那个草地旁边集合 然后在那个主街上游行 我们这个游行是很peaceful的游行 会喊口号干啥的 但是基本上会是一个 一个用一个很比较和平的方式 然后吸引大家关注这个事情 那我们的主要诉求就是说 反对草率的乱建Motel 6 HomeKit游民中心 因为我们非常担心我们的老人小孩出入安全 对吧 那谁来守护他们的这个出入安全呢 那我们在这里也是真的是觉得 这个我们自己的家园社区 大家一定要互相守望相助 每个人都有责任 所以呢 那我也希望今天在那个电台 就听到电在电台听到这个节目的 就在我们Fremont周围的这些居民啊 邻居什么的 然后周末的时候可以一起出来 3月19号星期六 也就是后天下午2点钟 一起去游行 然后大家一起来守望相助我们这个社区 是什么原因造成Fremont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呢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其实无家可归的人一直是有的 但是没有那么多 我在Fremont也是住了挺久的了 然后只是在最近这两年疫情开始以后就是特别多 然后呢就是Bart 大概Bart是两三年前开启的到我们Worm Spring这个station 自从Bart来了我就发现Homeless越来越多 而且不光是Homeless 从外面来的一些犯罪分子也是挺多的 在微信群上每天都可以看到关于游民或者是这些犯罪分子 就是对我们其实华裔尤其是华裔就是进行袭击啊 抢包啊或者是偷东西 我觉得就是一是这个Bart带来这些Homeless 二呢还是我觉得毒品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大家其实都说Housing是一个Homeless的那个主要原因 就是我们房子不够 所以要给他们一直盖房子 但是我是不是这么认为 我觉得毒品是主要原因 有一些人就是声称说我丢了工作啊 然后所以就要露宿街头 那为什么丢了这个工作 有一些已经戒毒的人 其实他们也是说我以前有工作 但是我因为染上毒品 所以就露宿街头 沦落街头 但是后来就是戒毒以后才重新找到工作 我是觉得Bart还有毒品 就是让Fremont这一块地带越来越多游民 我们只能表达我们一些浅层次的这些观察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更适合去问那些政府官员 为什么有这么多Homeless people在我们周围 作为我们一个普通居 就是说在Fremont的一个普通居民来说的话 我们更关心政府能在安置游民和保卫我们这个社区安全的方面 能够做到的一些相应的措施 你不能单纯的就是说我们要take care of这些游民 然后就把它扔到一个地方 也不管游民对当地会造成什么样的当地居民 我们这些居民是tax payer 我们是交税人 纳税人 那个政府是应该也要take care of好的 对吧你把人安排进 把那些游民安排进来 我们是要take care of大家 要互相互相 这个社会应该大家互相给彼此一些温暖 但是同时我们作为当地居民来讲的话 我们也有我们基本的诉求 我们住在这个地方至少要有一个就是安全的 一个这样的居家环境对吧 那你政府把这些人安置进来的话 那你怎么保证我们当地居民的那个基本的安全诉求呢 你就不能把它丢到这里然后什么都不管对不对 那你要丢到这里也行 那我需要看到你的plan 就是说游民中心建到这里 那你在这个security这个安全保卫 那个社区安全保卫的工作上 有没有增加一些相应的配套措施在里头跟进 那这样子我们当地居民也好接受对吧 你不能说你本应该是政府应该来解决来操心的问题 然后扔给我们当地居民去解决 我们自求多福然后自行消化 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 所以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主宝能够采访一下当地政府 我们也非常想知道为什么这么的游民 然后为什么这游民的问题要让社区去 就是说凌成本的去消化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通过现在的这种方式能解决这些游民的问题吗 我觉得现在这种housing first这种model 还有加上harm reduction model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homeless的问题 因为他没有注重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毒品 还有就是当然是精神病也是一个一个主要的问题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 因为在洛杉矶在旧金山在纽约 已经有很多这种homeless motel 就造成了周围的居住环境非常不安全 其实新闻有很多报道的 但是我们的市政府不愿意去看 也不愿意去听我们去说这些 因为你把这些比如说精神病啊 或者是吸毒的人放在一起 然后只是给他们几个supportive staff 这些supportive staff 我们具体也不知道是每天都在做些什么 但是我知道这个harm reduction model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了解这个政策 其实他们就是harm reduction 就是为了帮助那些无法戒毒 或者是不愿意戒毒的饮君子 然后去减低他们这个使用毒品的相关危害 然后他们重点是针对在继续使用毒品的人 而不是预防吸毒 也不是为了戒掉毒品 而是让大家让大众去接受这个吸毒的现实问题 然后并给他们提供干净的针头啊 还有那些什么吸脖纸啊吸管啊 pipe那些东西去让他们吸毒 然后这个然后提供一个安全的吸毒地点 避免他们互相交换针头啊 传染病毒啊 艾滋病或者是用量过多而导致死亡 对我觉得这个motel 6 harm reduction的这个operation model 就是其实是在鼓励吸毒者继续吸毒 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把毒品戒掉 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害他们 然后害他们的家人和身边的人 去给他们带来很多恐惧和不安 看上去表面是好像是很人道的做法 我们应该理解这些吸毒的人 是经过了一些trauma 然后就是很痛苦 但是我不觉得继续让他们吸毒 是一个解决痛苦的方式 我觉得真正解决痛苦的方式 要给他一个emotional support 给他一个community 让他觉得他有family 这才是最根本的解决痛苦的方式 然后呢 还有最可怕的一点 我觉得是这个harm reduction 这个方法和政策 是一个洗脑政策 如果你想一想 如果这种说辞在社会上去蔓延 会有一个什么结果 现在的小孩 很多已经得忧郁症 然后有social media 各种学校的压力越来越大 有很多内卷 是什么 就是他们已经压力很大了 然后主流媒体 一天再晚去跟他们吹这种耳边风 说其实要be empathetic to drug users 然后马路上随便找一个人 可以就买到毒品 那有一些小孩子 在没有被好好引导的情况下 会不会也会成为毒品和harm reduction的受害者 那这些孩子以后会不会也是会变成游民 对不对 然后就 其实很多可以讲的 那个 这种 这种harm reduction的 救助游民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三番式的tenderloin 有一个linkage center 是harm reduction site 就在UN plaza那边 那里的工作人员 其实他们就是忙着给瘾君子发干净的针头啊 那些锡箔纸之类的吸毒工具 然后周围的人行道啊 布满了 瘾君子 每一个都是行为很鬼怪 然后就是在那边感觉比印度的贫民窟 最穷的贫民窟还危险 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觉得 我们是在美国吗 你如果想了解一下harm reduction 可以去看一下纪录片 有很多很多纪录片 YouTube上面 你可以查一下 我们那个一工作的网站 betterfremontca.org 也收集了很多 关于harm reduction的这个 这个model 他们的failure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所以我觉得 Motel 6的harm reduction model 把所有的游民 各种不同需求的游民 聚集在一起 这个是完全不可行的一个plan 这种方式 不能根本性的解决这个游民问题 因为这些游民造成 我相信游民造成的原因 是多种多样的很复杂 不是说一两句话就可以 就是概述的出来的 但是真正的让这些人 从游民变成有家之人 或者说能够settle down下来的话 还是要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 首先是一个教育吧 然后有个好的教育背景 然后他们可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因为有家 谁想有家不回吗 对吧 那有家肯定想回 但是问题是这些没家 没家的情况下 那你要让他们 要有那个利家之本的 给他们提供利家之本的 这些基础和这个工具 这些就是说相应的 这些配套的这些教育 然后这些帮助他们能够 在社会上立足的这些 那个基本的东西 所以那政府在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应该 就是说提供一个地方给他们住 这是一个权益之计 这也是要做的 对吧 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可能 政府还是要从很多那些深层次的原因去 教育啊 工作机会啊 这些就是人权的这个平等的 这个各方面去提供 提供这些帮助 这些游民 如果不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的话 你们建议政府怎么做呢 其实我是有好好想一下 就是说游民真的是有很多种 就我也认识一些 其实我也认识一些游民 他们我认识的这几个人 他们是曾经吸过毒 但是现在已经戒掉了 就是刚刚找到工作 但是真的是没有地方住 那其实这些人 其实给他提供一个房子 免费的房子 可能已经足够了 但是前提是 你不可以给他一个环境 就是周围的人全都在吸毒 对不对 这个对他肯定是一个不好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 愿意自己去养活自己的人 然后没有吸毒的人 他们可以去住在这种Motel 6 这种环境 前提是没有其他人在吸毒 然后没有提供那些吸毒的工具 但是呢 这个Motel 6这种地方 也不应该是一个长期的住所 因为毕竟这个环境 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然后周围住的邻居 也不一定是很好的community influence吧 他们如果需要重新融入社会 养活自己的话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community 来支持 比如说 其实我知道有一些 那种戒毒中心 他们是跟一些faith group 比如说佛教啊 或者是Christian啊 或者是Catholic的团体 的volunteer去合作的 那很多人其实是有 经过这种 abstinance treatment 然后faith-based treatment 是有成功的戒毒 然后重新站起来的 其实有很多这种 这种story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Motel 6这种项目 其实很难进去的 比如说这种 像我说的这种 刚刚立足的这种人 他们需要经过一个筛选 然后一个排队 做很多background check啊 手续这种 那他今天晚上没有地方住 他要怎么办 他们可能就会去到一个 什么emergency room 去住一晚上 或者是找一个 halfway house 或者是什么 很难 对于他们来说 很难找到这种 马上就可以住的地方 那还有一种 是就是不愿意戒毒的人 对不对 就是很顽固的 这种吸毒的人 那我觉得 他们其实是需要 真的去需要 这个戒毒中心 然后每天可以有人 take care 然后follow他 那把他放在Motel 6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办法 那残疾人啊 精神病患者 我觉得很奇怪的 就是我们为什么 美国 一个那么繁荣的国家 没有给这个精神病患者 和残疾人 一个更好的环境 他们没有能力去工作 那我觉得我们市民 可能也暂时想不出来 很好的方式 但是我是觉得 精神病院这个东西 是非常缺失的 美国几十万的 严重精神病患者 但是精神病院 只有几万的房间 对吧 这个根本就不够用 所以如果我是总统的话 可能我会想去就是 盖更多精神病院啊 然后创造一个 很人道的一个环境 就不要 因为精神病院 大家好像都是很 对他们精神病院 这个概念 是有一个很不好的想法 因为可能几十年前 是有过就是torture啊 或者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 现在的法律那么完善 然后对人道那么重视 精神病院不应该是那样 那样运行的 可以以个人道的方式 去照顾这些精神病患者 然后还有呢 就是很多也是 有family 有小孩的那些游民 他们可能真的只是 暂时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 那我觉得也许 Motel 6这种项目 是适合他们去住的 我刚才听了吴征的 这个分析之后 我会有个非常自然的问题 就是说 只要说一个游民中心里头 有那种就是 因为失去家庭 然后因为失去房子 然后暂时要 居住在这种游民中心的 这些普通家庭的这些 民众啊 就是家里的大人和小孩 然后这些孩子 大人和小孩又跟这些 有长期吸毒 或者说 有吸毒隐患的这些人 就是除了提供这个设计 这个游民中心的这个设计 设施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配套的 相应的这些安全措施出来 我好像也没有听到 所以我就不知道 这个问题最终能不能够得到解决 还是说你把这批游民的人士 展示安置好了 但是会衍生出一堆的那些 不必要的问题出来 安全隐患的问题出来的话 我就这样做的代价在哪里 对吧 值不值得 这个是我会要 希望政府能够想清楚之后 然后再去做的一个事情 其实我们已经印了两个 比较大一点的banner 然后有一些牌子会发给义工 那如果您想要来参加的话 可以写一些自己的牌子 就是但是我们就建议 牌子上面的内容 尽量是有constructive 就是不要说no homeless 那样就是其实让大家会觉得 我们不是solution oriented 就是 那你会建议些什么样的标语呢 比如说什么样的标语 我们可以建议大家自己提前准备好呢 其实我可以建议就是 zero drug policy at home key 这种标语 因为我觉得最大最大的问题 就是home key会是一个 harm reduction site 就是说它允许 drug 这个是最大最大的问题 它如果只是给那些working poor的话 也不会让我们引起我们那么大的反应嘛 对 然后 然后这个游行是一个peaceful protest 会有 应该是有便衣警察 我们已经通知了警察局 他们应该是有便衣警察在那边 然后大家不要带什么喇叭呀 或者是桌椅呀 什么那些东西 我们只是站在那边 然后举一举牌子 然后可能喊一喊口号 但是不能用喇叭这样子 我稍微补充一下 吴峥 就是因为我以前也已经反对 那个stop Asian hay 那个亚裔仇恨的那个游行商 我们有去过几场 我的感受 我的深切的这个切腹之痛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得某防晒霜 然后带户 那个做好充足的防晒的那个准备 防晒上太阳眼镜 然后帽子什么的都要记得戴 还有水 因为可能会有一两个小时 然后在太阳底下 所以呢 这些小小的保护措施 会让大家在游行的过程中会 就是比较 就是不会那么痛苦 应该还算是 算是会是一个很peaceful 然后非常meaningful的一个这样的游行 因为毕竟是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 抱团取暖 给自己的孩子 家里的孩子老人 争取一个比较安全的社区 居住环境 然后可能大家要看一下气象预报 那一天可能有可能会下雨 我听了这个 看了这个气象预报非常沮丧 但是我们义工都是坚决一定会去的 带上小孩 带上家人会去的 希望大家就是保护好自己 然后穿的暖和一点 然后像罗平姐说的 一定要让自己舒服 那如果是在任何情况下 好像感觉到有危险的话 你们的安全是第一的 就赶紧离开现场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但是就是要提醒大家 注意周边的安全 游行的时间是3月19号 星期六下午2点钟 在Fremont的Persall Padre和Stevenson Stevenson交口有一个Unity Sculpture 它属于一个Landmark 是一个铁的圈圈的一个Sculpture 然后就在Fremont Main Library的附近 大家可以去Fremont Library去找车位 然后Lake Elizabeth Central Park那个公园那边 应该也是有车位的 那可能需要大家去找一找车位 然后应该是很容易看到我们游行 因为有很大的Banner 在Stevenson和Persall Padre交口 好的 谢谢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再见 拜拜 谢谢 伟然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